我摸 哇 云彩真的变成棉花糖了 你再摸 哇 彩虹变成棒棒糖了 小雪你真厉害 摸什么都能变成好吃的 小雪 你能帮我们把作业变成零食吗 小贝大宝 这么做不好吧 哎呀 这有什么的 好吧 我摸 太好了 我的作业变成面包了 真好吃 我也吃 这下不用写作业了 小雪 你能不能把我的零分试卷也变成食物啊 大宝 这样不好吧 小雪 求求你了 我不想被骂骂骂 好吧 你摸 世界竟然变成了鼠变 小雪 你真厉害 回去踢球了 我这么帮助他们 真的好吗 小雪姐姐 我听小贝姐姐说 你可以把摸到的东西都变成食物 你可以帮帮我吗 小妹 怎么了 我妈妈马上就能回家了 小雪姐姐 你能帮我把这个蛋糕模型变成真的蛋糕吗 我想送给妈妈 好呀小妹 我摸 太好了 谢谢你小雪姐姐 同学们 我们今天考试 我最讨厌考试了 我摸到的东西都会变成食物 摸到铅笔就变成饼干了 这样我还怎么写卷子 考试时间到 大家把卷子交上来吧 小雪 你竟然交了白卷 我要给你零份 回家让妈妈签字 不要 小雪 吃完饭就快去写作业吧 好的妈妈 糟了 我摸到作业 此业就变成了面包 这下我还怎么写作业 妈妈知道了 肯定要生气了 小雪 刚才眼镜老师打电话告诉我 你今天考试时交了白卷 这几天的作业也不交 到底是怎么回事 故事的妈妈 你听我解释 好啊小雪 让你进屋写作业 你却在屋子里偷偷吃面包 你是觉得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吗 妈妈真是太伤心了 故事的妈妈 金灵仙子 你在吗 快来帮帮我吧 小雪 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王后 小雪并不是故意当坏孩子的 只是她中了一种魔法 心灵明之力 小雪 你身上的魔法已经被我解除了 太好了 钱比没有变成饼干 我再也不会摸到什么 都变成食物了 原来是这样 小雪 对不起 是妈妈误会你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期见 这个故事